小姐姐追剧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 杜华年的男女主CP 反正就是我知道的一些 他们也容易吵架 就一阵里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带你追剧帮里 排列的小黑 我是很累 这对拥有好几大本离婚证 但结婚证永远比离婚证 多一本的CP 就出自杜华年 男女主激起了双重生 闲婚后爱想爱相杀 懒依序国欢喜 冤家破镜重圆等各种要素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反正他们两个都准备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做到了 女主礼容 妈妈是皇帝 妈妈是皇后 弟弟是太子 这个真喷不了 这是真公主 我是公主 我有公主并走了 礼容自带霸宗光环 脑天要给她选妇嘛 她就亲自选秀 让候选者挨个才艺表演 那些男女为了叫做豪门 花样百粗地讨好她 礼容看他们都跟看笑话一样 今日看着下面那群男人 为了获得本宫的青睐 一个劲地在本宫面前耍宝 说 面对白月光男二 她一致千金 喜欢看书是吧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这个藏书馆都被你承包了 只要我高兴 我连巴黎下都可以买给你 面对男主裴文轩 她又化身续尽全师 狗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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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狗羊的东西 你这狼献口肺的东西 你要好好说话会死是吗 但礼容并非骄纵跋扈 而是生存在权力中心的美墙产 皇后背后的上官世家对皇权威胁太大 礼容就成了爹妈博弈的棋子 老爹一直忌惮他夺权 为了自保 上一世的礼容选择了家境清寒的裴文轩为驸马 两个人先婚后爱 本以为会是永不背叛的盟友 结果人到中年变成了朝堂上的死对家 因为误会相爱相杀 最后双双狗带 这次的礼容重生回到18岁 裴文轩还没麻雀变凤凰 自己在他面前 那是年龄家地位的双重压制 啥都别说了 发卖 速速发卖 选秀的时候 丽容故意冷落裴文轩跟男儿说话 他好生好气对到裴文轩啊 你是什么货色 老梁就是什么脸色 我同苏公子说话 轮不上你来插嘴 裴文轩对举人过敏 前世甜蜜蜜的礼容 你就宠他吧 赶紧把他说菜换一下 然后跟厨房说 往后带举人的菜都不要做 但这一世的丽容强制调教 吃了他 裴文轩跟他顶嘴 丽容能动手就绝不动口 直接把裴文轩扔到湖里 体验套餐 秋天的池水 真冷啊 丽容把裴文轩狠狠踩在脚下 可以做到吧 我们就这样讲话吧 本宫很喜欢这样的 高低落差 丽容没想到的是 眼前这个惨奇性的落水小狗 裴文轩 诶 居然也是重生的 什么 裴文轩前世嫁入豪门当坠婿 结果死在老婆手上 思千还在立flag 他顶多就是下午 又不会真的杀 风掌勾住之内 少无所 但哄好自己 是坠婿的自我修养 重生之后 裴文轩在老婆面前冷漠不了三秒 永远年轻永远能练洗泪裤啊 丽容选秀给他发来琴帖 他嘴上不屑一顾 但进场之后 燕京就没有从老婆身上移开过 那是公主 再好看也不能这样看 看到丽容跑男二 有说有笑的 他不嘻嘻 一个人在阴暗的角落气得毒肘 我怎么不知道 当年的你如此冲动 裴文轩知道皇帝不是真心想给李荣好情室 只是在挖坑抓他的错处 李荣选驸马也是将计就计给自己挡栽 于是他这个前世情人一边吃醋 一边帮老婆拔起了关 这个好色 并不行 那个太暴力 并不行 男二是世家弟子会被皇上忌惮 唯一一个各方面合适的 又太憨批了 这李荣的面子怎么挂得住啊 哎 等一下 裴文轩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多了哟 对 我好像管太多了 然而一听到李荣对男二心有所属生 怕老婆跳如火坑 他急得上窜下跳 微臣 愿求去公主 李荣整治他 并且跟他说开之后 裴文轩下定决心一别两宽 请记住 他自时说的话 这便是裴某 见公主殿下最后一次 结果他晓得李荣有被绑架的风险 然后 我得回去找公主啊 你以为反复横跳的只有裴文轩一个人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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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荣也是嘴硬心软的傲娇体质 表面冷漠的让裴文轩吃剧原 人一走 哎 马上心疼 江汤披风直扬伞 通通安排上 比我来大姨妈还要照顾的妥贴 知道裴文轩这个时候经济条件不好 李荣还在石河里塞了银子 裴文轩接收到了李荣的关爱 暖暖的很贴心 这世上也只有李荣 哎 但他俩又有绝佳的默契 这一世只是简单下盘棋 就能从棋风看出对方也重生了 要我 要我 就是多活了 朝堂上他俩是史密斯夫妇 你当政客作举 我当打手杀人 在皇上面前演戏配合的天衣无缝 推掉了引火烧身的亲事 朝堂下这对中年夫妻爆改小学期 只要凑到一起就有超不完的价 一会儿裴文轩要阴言挂气 阴阴阴你选了情敌督察案 贱臂的李荣痛失韩国市场 你看这是 什么 你的心眼 一会儿李荣要给家夫厉厉厉矩 陪文轩直接赛博磕头 公主说了 让您对着他的画像磕三个响头 以谢救命之恩 磕完了 他俩连躲避追杀的时候 都能见缝插针打场辩论赛复盘前世 到底谁是过错方 但是都能睡觉的时候 李荣稍微把台阶给 就去一点点肥文轩就能一秒和好 我说天这么冷 你衣服又在我这 要不你 来了 不早点说 好好好 斗嘴是工作情 嘴才是生活 老夫老妻了嘛 七百年 这都创什么情绪 总而言之 杜华年 我目前看着还挺有意思的 双方打打闹闹 但一点都不影响进度 第二集就知道彼此重生 第三集解开前世误会 对齐克力度 看得我身心气爽 而且很多CP是蓝方守护长生 女方守护蓝方 但这对目前看起来是 女高兰低 李荣今生决意跳出棋局 为自己而活 权力和感情卡 都要两拳 裴文轩不会阻止 李荣走上顶端 反而会为她变得更加强大 她只管往前走 她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她并肩同行 虽然个人感觉哈 中年时期的装造 有一点子敷衍 尤其是张宁和的这个胡子 能不能每个剧组都逼勒一下 你们不觉得这样贴起来 有这种感觉吗 演员一美 看演出40岁和20岁的区别 但这种婚姻破裂 从头开始学习谈恋爱的设定 真的很错我 勾起了在下看眼泪女王的回忆 那就希望她后期不要跟眼泪女王一样发点 我真的会承受不住 那种被人物惹了 咋丢掉那感觉是很惨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对于杜华年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最近在追什么新剧 都可以在弹幕告诉我们 喜欢小姐姐们 不要忘了一键三点点电话说 我是单狙剧帮你排点小黑 我是很美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